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段荣 欢迎收看阿尔法维奇自战武士局 今天我们为大家讲解第39局 好的 下面我们来看棋谱 措小木加大飞手脚 白的小飞掛 黑的又是33 白起飞压 飞压一下 之后挡 照我们普通的感觉 这边是白子 而上边已经被黑旗大飞 已经被黑旗大飞走到 普通的感觉好像挡这边 这白旗唯控的潜力比较大 但是可能事实上也不一定 刚才说的只是一种感觉 飞 打 这个时候白旗扳 扳是这个旗形下面 应该说是一个最紧凑有力的下法 现在如果这么长 那黑旗先手扒一下 把白旗这边漏风 要违控就比较难了 扳一下 并且如果往这边走 白旗扳进脚去 这样从局部来说 白旗应该还是不错 脚上的实地和眼位 白旗都拿到 所以黑旗一般情况下 这是要挡住的 挡住呢 扳到一下之后 白旗就可以连扳下来 黑旗断打 这时候白旗如果打这个呢 一方面是黑旗这已经有大飞手脚 这个打上边白旗唯控可能性不大 本身意义就不是特别大 再一个呢 打这个的话 黑旗很可能断吃这个 吃掉这个子 这样的话呢 上边黑旗大飞手脚限制白旗外势 这边要吃掉这颗子 把白的这个 这个外势可能发挥的空间受到限制 所以白旗是断打这个 打一下 断打的是个先手 黑旗不能被白旗搂包 被搂包之后 黑旗眼位就比较难受 踢 白旗不时时机的爬一下 团柱 像这种旗团柱也是蛮重要的 如果走在外边 感觉是不是会走在外边 效率更高一点 其实呢 并不是那么回事 被白旗打一下 黑旗眼位受损反而薄了 所以能团柱 白旗蒸翅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其实整个这个下法都是一个白旗的预定计划 这里为什么要先飞压 因为飞压是要引针 这是一个黑旗的小木 黑旗的小木 白旗如果不飞压的话 这是针不掉的 白旗就没有办法选择这个 所以白旗要先飞压掉 飞压完了之后 下沉这个定型是 是在白旗的 可以说预计之内 那么他觉得走成这样 反而在这边 反而是挡这边 挡这个方向 走成这样 在这边唯控的可能性 反而更大 如果是挡在这边被黑旗爬过去的话 这个可能白旗的旗形也没那么厚 要想在这边发展 反倒不那么容易 这也挺有意思的 好 白旗针调 黑旗贴 贴是 本身这部贴就价值很大 如果换个白旗 我们可以看到 中复这一代 白旗的话语权就 相当的 可以说控制了中复 那么黑旗贴本身很大 同时又是引针 有了这个贴 黑旗要跑了 好 补针子是补在这儿的 相当奔放 补在这里 这一代潜力很大 黑旗下的也很有意思 普通的感觉 可能你要围这块呢 我挂进来 挂脚挂进来 但是黑的可能觉得 挂进来 白旗这样加工围住这块 效率还是很高 所以它吊在这儿 总是要让你缩回去 这吊在这儿 还是要淘这个 不管你怎么走 比方说走这儿 它让你缩回去之后 再在这一代走的话 黑旗 对于破白旗 这块的角度来讲 这多个子还是有好处 而白旗呢 下边拆二 下边拆二同样是防你 逃真子 逃真子 走这个的话它夹死了 那么防你逃真子 同时不让黑旗这个子生根 它有加工黑旗的作用 靠 靠这个 这地方白旗不宜 不宜跟黑旗过多的纠缠 你如果是这样扳断 扳完之后它这边要打下去 这边要针 你如果想要 想要两边 我们简单看一个图 两边防守住的话 黑旗就这一段打 再拐打 白旗这个子不能要 要的话被一贴 这要吃 这要针 如果你这个子不能要 那黑旗轻松在这活一块 这两个虽然它气掉 但是呢 换来的能在这舒服的活 它也够 也够了 所以白旗不跟黑旗做过多的纠缠 这个子反正已经让你跑不出来了 我这个防桃针子的作用已经实现了 还是从这边过来 从这边整体的进攻黑旗 顶一下 这子还是不能让黑旗逃 逃了的话 白旗整体变薄 好 黑旗走出来 黑旗通过这个 利用这个逃针子 总之现在是把白旗这块空给破了 当然黑旗自身还是一块姑旗 但是呢 从破空的角度来讲 它没有让白旗高效率的围成一块空 接下来 搬头也很大 搬住这个头 这地方如果换个黑旗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远远的对那边都有照应的作用 搬头 搬 长 贴 这几步大概是必然的 白旗要想搬的话 被黑旗断了 自己旗也太紧 那么长到这以后很明显 下一步白的在这一带拆 这块就很大 效率很可观 所以也得拆 拆这个 限制白旗这些紫作用的发挥 拆的拆二 拆二的意图 一个是瞄着要攻这块 一个当然自己也扩张一点 同时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他要为断做准备 为这个断做准备 这一段 把黑旗三个字切开的话 黑旗就等于有两块固旗 那么我们来看 接下来看黑旗的下法 很有意思 如果黑的这么补 当然很厚实 但是呢 总觉得缺乏效率 就这样补一个自己没增加几目旗 对白旗也没什么压力 黑的 二五清分 我们虽然说这有一个断 但是呢 黑的即使被白旗断了 它也不是说就是 就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黑的实在 如果其他地方得的很多 这三子气掉也是有可能的 二五清分 下一步进脚很大 这一进脚 实地上 相当可观 所以呢 白旗尖三三 防止它进脚 黑旗大飞出来 像这样的旗 走完一步之后 这边飞进脚 这边飞出来 两个好点 必得其一 所以这点选得很好 大飞出来 再长 好 我们可以看到 黑旗这一手旗 本身从实地上来说 收获就不小 自己的地增加了 把白旗的脚地呢 等于拿掉一半 它同时具有一个作用 就是白旗断不了了 现在如果断的话呢 刚好黑的一罩 把白旗给罩死 所以这个下法 既补了这个断点 又拿到了实地 也是 效率相当高 好 那么白旗 怎么进攻 黑旗这块呢 白旗现在这边也走了 毕竟白的很厚 现在的焦点 就是怎么进攻这块 如果你这样 这样看起来很有气势 但是呢 黑的轻松一跳 搬的话 黑旗可以挡住的 打吃粘上 断不了黑旗 如果挡的话呢 大致就这么走一走 黑旗就轻松做活 白旗这进攻 完全落空 这走了一堆 看着漂亮 这没什么用 没有价值 所以白旗是加这个 破黑旗的眼 那么黑旗眼被破了 当然得往外逃了 长 一步一个脚印的 我把下边的实地拿到 这块的话 你连就让你连吧 反正还有一点薄位 将来白的再慢慢来 黑的看到 现在如果这么连的话呢 价值并不是很大 如果即使被白旗断开了 黑的也还没死 就算死了 也不是特别大 所以黑的不走了 拖先拆二 拆二也相当大 实地不说了 这个还 对这块的眼位 还瞄着一点 拐头 拆了二之后 这个拐头就显得更大 白旗一拐 白旗把自己加强 同时瞄着 瞄着黑旗的弱点 要整个要断开黑旗 黑旗呢不肯这样单关联 这样单关联的话呢 对白旗没什么压力 对白旗毫无压力 它是 飞 飞 把白旗这个子和这边断开 下一步呢 它这样照 从外边包围白的 白旗小间 靠 也就是说黑旗加强自己这些旗子的同时 它还是 还是对白旗这块 有一定的压力 白旗跳 加强这块同时瞄着要断黑旗 这里这个这个断点啊 这是冲断 总之是要 要瞄着黑旗的弱点 断 这只能从这打出去 要不然这两个子要死了 断 多了这两个子呢 黑旗这个拐打完跳 这个下滑不成立 被白的冲死 既然照不死白旗的话就不能轻易拐打 否则等会被白旗拐下来的时候 黑旗形状就难受了 煎在这 煎冲 白旗也不宜在这儿再纠缠 纠缠完了 即使能吃掉这三个子 这一袋被黑旗连过来 上边也是相当可观的 更何况吃这三个子也不容易 煎冲 黑旗 把这个毛病补掉 防白旗藏出来 同时呢 也把白旗封进去 虎 封进去之后 这个挖完之后 挖完之后 白的总觉得有点显薄了 靠断的可能性也是存在 这条路已经没有了 所以 虎一个 下后 黑旗管 白旗藏 一步步下后 黑旗呢 贴回来 贴回 这 本身呢 贴回来也有 十几木旗的价值 如果被白旗吃掉的话 木数也不小 而且贴回来之后 这个 拐头成为仙手 这一下还是 相当愉快 白旗 点 大飞脚呢 它跟无忧脚不太一样 无忧脚脚上呢 基本上 基本上没什么弱点 基本上可以算是 黑旗的实地 但大飞脚呢 白旗有种种手段 靠啊 点 拖 黑旗要想杀干净 白旗都不容易 白旗是在点 这地方 一般的想法呢 黑旗不是挡这个 就是挡脚上 这两种下法 局部也 差不多就这两种 应手 白旗先点一个 试探黑旗的应手 再决定是什么时候 是不是要拐下来 白旗拐下来 其实是有 有先手的意味 黑旗得走 要不然这块有危险 先点一下 看看你怎么走 再决定我什么时候 拐下来 黑旗 现在索性脱先了 爬这个 这也是 挡下去 各走一边 黑旗小尖 普通的感觉呢 白旗要往外出头 往外出头的话 黑旗可能搬 也可能这样顺着白旗走 这地方 白旗是靠这个 靠这个 黑旗如果往这边走的话 白的又虎下来 虎下来之后 这边白旗种种先手 黑旗也不可能 把白旗的脚给杀掉 所以黑旗虎过 白旗站 这要冲下来 黑旗如果粘了 对脚上没什么压力 紧这块一口气也没意思 所以虎在这儿补比较好 下一步有虎进去 威胁白旗脚上的眼位 白旗既然靠粘了 就不能再这么走 再这么走被黑旗冲 这两个子就彻底成为肺子 跟这两个子交换 白旗就明显亏损 所以斑是连贯的 打 火脚 那么黑旗当然是挡住 打一下 先手便宜 然后不断点 这都是基本上必然的 接下来白旗做活 做活 白旗在脚上活得不小 活得还不小 黑的 舒服的一拐 白旗呢也不肯 也不肯就这么轻易的弯回去 他先把这个三木旗先吃到嘴里 这地方呢是这样 黑的如果先粘掉的话呢 被白的一刺会很不舒服 被白的刺的时候 刺成鱼形 这这个子对于对于外边还是很有用的 这冲断这靠断之类的 黑旗变薄了 不粘的白旗不能轻易刺 你刺一下 刺完了之后黑旗就 黑旗不粘这一下 就总是 它留着这个粒的味道 这总是 不是粒的味道的问题 在这里 粒完就出事了 有个冲断 所以不粘白旗不能轻易刺这一下 被冲断就麻烦了 那么 稍微有一点互相牵制 白旗索性就把这三木旗先拿到手再说 免得以后 免得以后这个刺没用了 被黑旗先手粘 白旗亏三木 然后呢 是肩顶 黑旗管 白旗肩顶在这 它想在补回去之前 先瞄一下黑旗的 黑旗自身联络 也不是那么十分的健全 如果这样的话呢 将来 将来也存在什么 这里靠断之类的可能性 因为白旗这块是安全的 所以让黑旗这多个字没问题 但是白旗这里多个字 隐隐约约瞄着一些靠断之类的问题 然后再补回去 黑旗围上边 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地方 白的如果靠 白的靠呢 黑旗不管搬这个 或者搬这个 白旗要想断 黑旗是这样 黑旗可以搬 白的断 打吃 吃 死活还是不成问题 但是白旗可以把这儿断开 可以把这里断开 那么也就是说 白旗点在这儿的时候 等于 他在问黑旗 你要不要吃这个 你如果吃这个的话呢 我这点一下 然后下一步可能顺势进入 就是加也好 加完一路顶了 贴过来 总之点这个 又照顾这块 同时要进入上边的作用 黑的贴一下 这是先手 否则冲打挖就断了 所以白旗要糊 然后吃 加 白旗开始在上边动手 上面不能让黑旗全围住 上面如果让黑旗全围住的话 这个白旗的控不乐观 加完之后一靠 还是左右借近腾挪 要在这儿活一块 这时候黑旗要是这么沾上要想强杀那是不可能 白的简单顶一顶 搬一搬眼型很丰富 黑旗断打 如果这样强行挡住 不让白旗逃回去强行挡住的话呢 先挖打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白旗有种种的各种各样的先手借用 就简单的打两下 顶先手 搬先手 贴一贴 反倒把黑旗给 恐怕反倒把黑旗给卷进来 黑旗自身难保 这块被卷进来 打两下已经防了这个段 所以黑旗呢 稳重的吃掉这个子 让白旗逃回去一点 这大概也是一个一般分寸 正常的分寸 冲 打 然后呢 吃回去 白旗呢 把上边黑旗的空破了一些 但上边黑旗 肯定本来就不太能指望 全都围住 所以大致上也是一个正常的 正常的下法 拖一下 拖一下 我们顺便说一下 这拖一下蛮细腻的 这个地方呢 如果将来该黑旗走呢 黑旗接上 本身收官黑旗就是要拖完 如果该白旗沾沉上 如果该白旗走的话 如果你不拖这一下 白旗一步 一步旗就挡在这 将来你走什么都是后手 比如说走这个也是后手 这拖一下呢 将来如果被白旗收官吃掉的话 黑旗弯这个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便宜了 白的如果拖线的话 黑旗这一粒跑了 但你这样的话呢 就没有后续手段 所以拖一下很细腻 然后呢 这个粘现在暂时不是最大 尖顶 尖顶又可以得脚上的实地 同时还对白旗这块的眼位 有一定的压力 好 那么这盘旗呢 进程相对平稳 没有什么激烈的战斗 不过黑旗在左 白旗在进攻左边黑旗的时候 这种步步为营的这种进攻方式 也是值得品味的 但是黑旗在补下边这个 补下边这个断点的时候 他很高效率的把断补了 又把实地拿到 这些招法都是让人印象深刻 好 那么下面进入关子阶段 我们继续看这盘旗 刚才说到白旗夹在这儿 让黑旗单关联 夺取这样的 拿到左边的实地 这种进攻的方式 比盲目的封锁被黑旗活要好多 而黑旗这二五清风再大飞过来 又补了这个断 又把下边的实地拿到 这些下法都是 确实是高手风范 包括细腻的这一拖 这个关子确实也很 也就是说在形式接近的时候 阿尔法维奇这个 它的关子实际上还是蛮强的 但在形式差距比较大的时候 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非常幽默的举动 白旗搬打 抢个先手 然后点 点完一顶呢 黑旗得跟着走 否则是冲断爬回来 那么黑旗拐 有了这个拐 白旗就爬不回来了 扣吃也相当大 小肩 顶上 小肩一个先手破掉白旗的眼位 然后呢 加 扩张中辅的空 同时实际上也是瞄着白旗的眼位 守住 这地方得守住 否则被黑旗点进来的话 白旗整块 我们可以看到这块白旗还是 还是 有所担心的 并不是说 就那么安全 守住眼位很重要 这时候呢 黑旗小肩 黑的不能这么破眼 现在如果这样 急急忙忙靠进来 被白旗一挖 被白旗一挖的话 黑旗这个目数损失蛮大的 这个紫或者这个紫两个 两颗就避掉一个 黑旗先把空守住 下一步 下一步它要顶进来破眼 是这样 或者甚至 不知道有没有 如果这团顶都能走到的话 先点再尖顶 白旗这块是没活的 那么白旗现在 最最最安全的这个坐眼的方式呢 是并在这 但是呢 被黑旗 肩在这 白旗并在这 黑旗肯定先手便宜了 这先手都封住了 白的对黑旗的空 没有压力 白旗顶在这呢 它下一步要搬进去 这有个断点 我们可以看到 这这断是先手 你不能断 断被打 吃完接住 它下一步要搬进去 破黑旗的空 所以白旗顶 顶住比较紧凑 那么黑旗挖 打吃 沾上就没有意义了 沾上白旗 哪怕轻松一团 白的就先手活了 这时候呢 黑旗 虎 虎完了之后一打 跟白旗拼这个截 打截破白旗这个眼 逼你这样收回去做活 要想把白旗逼的 收回去做活 白旗呢 当然是先跟黑旗 打截再说 提 白的这一打 要把这截呢 打打中 黑的提这个呢 没什么意义 提这个白旗提 反正 逆逆总得提回来 连环截了 黑的还是提了一下 那么它是为了 先打一下 打一下之后 再立这个截就大 提回来 白旗提回去 要想真正打截 总得沾上 否则就是连环截 白旗开 事态 事态就变得比较严重 作为黑旗来说 这个 这截也非常的重 白的 白的如果截才足够的话 我们看一下 这打持 然后 一路 打了 顺着两下 都是先手 如果截才足够 这一包进去 等于黑这也卷进去了 打 但是呢 白旗 负担也是蛮重 一旦被黑旗粘上 这块白旗的眼位 也是 活得不是那么清楚 至少 冲 提 黑旗仗着 这儿有芥材 这个白旗不能不要 断 这个为什么要立 没太明白 粘住有什么 有什么问题 立的话 至少白旗这断一个 结材会多一点 这不立没看懂 找结 提过来 断一下 莫非是引诱白旗断一下 然后这边木树稍微便宜一点 嗯 断打 提掉 提回 然后白旗断这个 断这个 黑的如果跟着硬呢 白旗当然提结了 这 将来黑旗 黑旗如果想要 跑这个做本身结的时候 白旗这一打 这个 这个事态就 非常严重 好 黑的一看 再打下去 恐怕结材不足了 结材是不足 那么 黑的 拐吃 拐吃 白旗粘上 白旗在上边有收获 如果黑的对白旗这块 没有任何办法的话 呢 黑旗是亏了 很明显 黑旗就打印了这个节目 数上所得有限 而白旗断 粘这两手 价值还是很大 那么我们来看 黑旗 团这个 团这个呢 白旗不能要 如果再粘的话 黑旗顶先手 顶一个先手 再点 这白旗就 白旗恐怕是 就 有麻烦 死活 死活成问题 对的 这 顶完了之后 我们简单看一下 如果是这样 我们算白旗提先手 如果造成这样的话呢 白旗应该是 应该是担心这块旗的死活问题 这里 是这样 团 那么黑旗如果直接点 黑旗直接点 应该是杀不掉白旗的 直接点的话 白旗 可以考虑提示先手 是否可以考虑挤在这里 我们简单看一下 团不到这一下的话呢 点完 如果破这个眼 顶 顶就算顶到 破这个眼 白旗要想做眼呢 爬这个 然后断 打吃先手 再打吃先手 这样也能做活 如果黑旗断掉的话呢 白旗从这边打吃 黑旗接不归 那么如果黑旗这时候在 这时候在破这个眼的话呢 白旗在这边贴 应该是能寻求到眼位的话 顶先手 这地方看上去是 这么长的直 直四 应该是没有问题 团这个 但是照这样看来 白旗如果接上 这地方的死活 我们再简单看一下 如果黑旗杀这个的话 白旗打吃 是先手 小肩 再立 再立 这个也可以做成一个眼 如果黑旗要 破这个眼的话 白旗贴这个 贴这个 再顶先手 这个黑旗 莫非要挖进来杀 这也不太现实 再顶这个还是先手 白旗基本上也能活起 但是实战的白旗没有粘 可能是觉得够了 我们经过简单的计算 觉得粘上也能活 但是 白的走这个 可能是判断这样也赢了 它就稳一点 阿尔法维棋在它优势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做出一定的让步 黑旗断 那么就等于黑旗的收获 是吃了这边 吃了这边 但是呢 黑旗付出的代价 是那个被白旗断掉 看上去 确实黑旗的 这个 付出要 大于它的收获 因为 上边本来黑旗一挡的话 这块木树还是挺可观的 这截黑旗打得 似乎并不成功 白的靠 靠一个 如果吃呢 白旗已经 这葱还是先手 便宜了 可以的扳 尝 再挖 施展一个手镜 便宜一点木树 断打 再打 提 这个 这个截呢 白的相对来说轻一些 黑旗负担重一些 如果被白旗滚包完 再接住 黑旗木树损失蛮大 踢 一起挤一个接材 再去贴 一段它从这边搬连回去 先手贴一下 再接上 冲 白旗 白旗这时 这旗呢 还瞄着 一旦这个是先手的话 这它还瞄着 要挖断 有这个问题 挖了 断 要打结杀 黑旗这块 而黑的如果 补在这 补在这 是可以补这个 挖的 但是呢它白旗从这边 搂包 黑旗这边的木树也要受损失了 白旗在 就是 结材 足够的情况下 它是可以沾上 然后 再往下冲 那这个一下能冲掉 冲掉黑旗好多木 所以黑旗由于顾忌这边 它也不敢轻易的断吃这个 而是冲在这 白旗长 这地方还有手段 黑的只能沾 走这个的话被白旗一提在一起 那边又被打结杀 只能沾 藏进去 这边要搬 黑旗必须硬 必须得藏 打一下 站住 确实整个 从黑旗主动挑起这个结针开始 整个战斗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 黑旗虽然收获了 这里十来木旗 收获了这里十多木旗 但是呢 这两个子被吃 中斧又被彻底的破掉 总的来说肯定是 白旗成功 白旗把这个粘回来 粘回来了之后 黑旗 整块 整块大龙 还需要 还需要考虑眼味的问题 这整块 这个眼味 还不是十分的 安全 挂一个 再搬住 把眼做起来 踢 关于这个挖的问题呢 黑旗断可以看成是先手 这一路冲过来 白旗就死了 断是先手 所以这个挖不存在 你挖我就断 你吃那三个 这个 这块掉了 不行 所以 现在是没有挖断这个问题 白旗很顶 本身木树不小 这也很顶 现在 在现在这个阶段 已经是小关子 本身顶一个木树不小 同时破黑旗的眼 黑旗得虎一个作眼 那么白的团 黑旗顶上 打赤 断一下 提 找个结材 提回来 提过去 接上 接 白旗这一团 提这个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提这个 它价值有 一二三四 五 应该有五木墙 提这个有五木墙 那么黑旗打赤 再打赤一下 再顶住 这个地方 黑旗为三木 为三木 再加上这将来 弯一个之后 这里有一个眼位 从木树上来说 应该是提这个 更大一些 但是白旗选择的是团 团呢 可以确保这个顶先手 也有一点利益 但是从木树上来说 应该没有五木那么大 这三 再加上这就已经四木 那也很接近 这里围住三木之后 这一木黑旗 也可以长出来 但还提略大一些 但是可能跟眼位有关 打了顶 黑旗就彻底眼型丰富了 这样呢 白旗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还 是不是还有一些 可以借用的地方 也许他看到了 后面还有便宜 所以选择了团这个破眼 黑旗先没有站 先顶一下 先手 顶一下又有 先手三到四木的样子 再沾上 这个地方呢 黑的沾是先手 黑旗沾是 可以先手把这两个 沾回来 但是先手 接完了之后 也有他痛苦的地方 如果先手接完 再接这个的话呢 白旗这一夹很舒服 夹在这 这个黑的就 就难受了 这黑旗要想 要想确保近活 只能走这个 那么被白旗一打吃 要想确保近活 只能单团 接住 接住本身也不便宜 被白旗一提 这个搜刮得很厉害 黑旗刮得好惨 那么当初 当初那么大一块空 竟然现在就活着 几木旗 所以先接住的话 被白旗夹 这个木树 会刮得很惨 那么不接的话 不接白旗 是不能轻易地夹这个 夹的话 黑的立下 这要冲你 你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旗爬 白旗就 这个 死掉 白的这 两边不入气 死掉 白旗要想 确保不死 断一下 再接 黑旗冲的话 白旗可以吃 黑旗一个接不归 但是这样 白的就没什么意义 被黑旗先手 把这两子接回 然后再作演 这个呢 白旗并不便宜 所以黑旗没有接这一下 你如果来吃呢 这样黑旗还 将来还要打吃完之后 把那俩沾回去的这个 这个问题 所以白旗吃这个 效果也不理想 吃这个没什么便宜的 我们看白旗怎么收官 白的单段 白旗这地方单段一下 看黑旗怎么走 黑的如果是 沾或者是团吃 沾这个或者团吃 那么白旗这样打 然后再先手粘住 打完先手接住 这样逼你去这儿做活 这白旗已经先手便宜了 断这个 黑的不能退 退的话被白旗一粘 再一破眼 整块大龙全部撕光 好黑的实战呢 是单粒 单粒在这里 白旗这里先挖 挖了一下 然后再吃这儿 单吃 这个是先手 黑旗必须得粘上 也就是说 白旗这个段使的 这个叫吃 成为了一个先手 然后再粘回来 再爬 这样手 黑旗顶住做活 白的提掉 那么白旗 既吃到这两个子 又没有让黑旗 这两个逃回去 黑的弯 当初这先拖一下的 效果显出来了 挡住 很无聊的 叫吃了一下 这个 这种旗出现的时候 一般我们就可以判断 黑的不太行 这是阿尔法维奇的一个 它在形势不好的时候 去乱打吃 这是它的一个特征 接上 这也是现在最大的 接完之后 剩下的关子都就是 差不多两目 两目旗的样子 一两目的关子 该走的线索都走到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还有几步 我们把这盘旗 把它摆到最后 打吃 搬 接上 好 这旗接到这的时候 黑旗没有再继续下去 黑旗认输了 这盘旗还是 最终这个节 感觉白旗收获不小 在续盘的时候 在续盘的时候 双方有一些招法 还是值得回味 比如说白旗 补针子补在这 黑旗继续引针 然后白旗这一家的 步步为营的进攻 黑旗这个二五清分 二五清分这招 让人印象深刻 好 那么最终这盘旗 白旗取胜 这盘对局就为您介绍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